東南亞國家聯盟 東南亞國家聯盟,簡稱東盟 在1967年成立 是一個以經濟合作為基礎 集政治、經濟、安全於一體的合作組織 東盟的成立目的 是本著平等與合作精神 共同出進區內的經濟增長 社會進步和文化發展 為建立一個繁榮和平的 東南亞國家共同體奠定基礎 東盟最主要的機構 是首老會議和外長會議 首老會議是東盟最高決策機構 每年舉行一次 它是東盟國家商討區域合作大計的最主要機制 主席由成國輪流擔任 外長會議即是制定東盟基本政策的機構 亦是每年輪流在成為國舉行 東盟被輸存設在印尼首都阿加達 東盟現時共有10個成為國 包括文內、柬埔寨、印尼、魯窩、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 這些成為國家加起來的總面積大概有449萬平方公里 總人口高達6億6千萬 近年東盟各國的經濟發展迅速 2021年東盟各國的國內生產總值 加起來大概是33000億美元 如果將東盟視為單一實體 東盟是亞洲第三大經濟體 全球排名是第五 緊隨美國、中國、日本和德國之後 為進一步推動區域經濟融合 東盟經濟共同體在2015年成立 以便利區內的貨物、服務、投資、資金以及人員流動 共同體的成立是東盟經濟一體化道路上的里程碑 東盟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他的貢獻、獲聯合國等多方面的肯定 東盟不只致力推動成員國之間的合作 更加提倡以東盟為中心的一系列區域合作機制 例如發起東盟和中、日、韓三國的合作機制 並且與美國、澳洲、新西蘭、加拿大、歐盟、俄羅斯 和印度等不同國家形成對話夥伴關係 中國在1991年開始與東盟展開對話 2010年中國東盟自貿區成立 2021年中國和東盟更正式建立起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而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 東盟一直都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夥伴 中國現在已經是東盟的最大貿易夥伴 而東盟也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可見雙方的關係非常密切 國務院總理李強在2023年9月 在印尼瓦加達出席中國與東盟領導人會議時表示 中國和東盟長期六輪友好 共同發展繁榮的正確道路 雙方視彼此發展為重要機遇 始終保持市場互相開放 東盟現在是香港的第二大貿易夥伴 雙方的貿易和投資往來非常頻密 每年商品貿易總額接近13000億美元 為加強香港與東盟的聯繫和交流 香港民間先口出現了香港東盟協會 香港東盟經濟合作基金會等等的組織 可見香港國界非常重視和東盟之間的關係 隨著全球經濟重心由西向東轉移 亞洲新興經濟體持續發展 估計未來東盟市場對香港的重要性 將會繼續增大